江苏常州意外挖出千年雪冠 外形极其诡异 材质非常罕见 虽然被埋在地下上千年 出土之后颜色依旧鲜红雨滴 仿佛刚刚下葬一般 考古专家拍摄X光后 竟然发现棺材里有一件神秘器物 保持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给大家揭秘江苏常州血冠之谜 2020年5月5日 常州市博物馆接到了一起电话 文物局吗 我们刚刚挖到了一口棺材 你们快过来 地址在金潭区西瑶村 对方挂断电话后 考古队员立刻开车赶到现场 发现部分棺杆已经漏在了外面 尽管表面被泥土覆盖 却仍然呈现出鲜艳的红色 漆面十分光亮 队员们非常激动 第二天一早再次来到现场 准备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是一个典型的数学土坑木裹木 棺木外面有一层裹板 长3米宽1.1米高1米 裹板采用笋某结构拼接 连接处使用铁钉进行加固 除了被挖掘机挖开的裹顶板之外 其余部分保存得非常蛮好 队员们清理完棺果周围的泥土后 在果板外侧发现了一层青膏泥 可以起到隔绝空气和防水防潮的作用 正是有了青膏泥的保护 这具棺果才能完整地保存下来 由于棺果内部的空间非常狭小 队员们将一侧的果板拆了下来 终于见到了这口鲜艳夺目的宏观 红色的漆面上还有一些黑色纹饰 考古专家全副武装 开始清理棺木表面的淤泥 一番忙碌过后 这些精美的黑色纹饰终于显露了出来 这竟然是一只栩栩如生的老虎 四肢修长体态优美 头部低垂目视前方 充满了威严和灵动 专家推测 这是神话传说中的白虎 而白虎经常和其他三只神兽一起出现 它们分别是青龙 猪雀和玄武 所以观古的另外三个面 应该存在相应的图案 为了验证这一猜测 队员们拆除了剩下的三块果板 结果真的发现了另外一幅图案 由乌龟和蛇组成 蛇身蜿蜒细长 环绕着乌龟 乌龟拖着厚重的龟壳 四肢爪子刚进有力 墨水描绘的纹路十分优美 两只动物四目相对 相传玄武就是蛇和乌龟共同组成的 所以眼前这幅精美的画作 就是神话传说中的玄武 专家非常激动 看来自己猜的没有错 为了防止棺木接触空气之后 氧化腐蚀 专家找来了一张塑料薄膜 将其包裹 然后清理果实内部的随葬品 接下来的发掘行动中 又会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呢 江苏常州意外挖出千年雪冠 外形极其诡异 材质非常罕见 虽然被埋在地下上千年 出土之后颜色依旧鲜红欲低 仿佛刚刚下葬一般 果实内部的空间非常狭小 里面却摆放着许多随葬品 考古专家首先清理出了一件木板凳 无论做工还是用料都十分扎实 板凳的不远处放着一套七盏托 造像宛如一朵秋培花 是古人用来喝茶饮酒的器具 七盏托则可以起到固定七盏的作用 虽然表面产生了氧化现象 却仍然透露出古朴典雅的气质 接下来的清理工作中 又出土了一件七杯和七酒台子 七杯同样是用来喝茶饮酒的器具 小巧精美古朴典雅 七酒台子和盏托的作用一样 是用来盛放七杯的底座 虽然这些器物造型精美 但它们的个头太小了 远远小于正常使用的尺寸 七盏的高度只有2.4厘米 口径7.7厘米 七杯高3.3厘米 口径只有3.8厘米 如此袖珍的器具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专家推测 他们是牧主人下葬时专门打造的名器 因为古人誓死如生 希望死后能够享受生前的待遇 所以通常会随葬许多生活用品 看着眼前这颗硕大的宏观 和这些七制名气 考古专家想到了另外一座古墓 2018年12月 江苏常州唐陵村挖出了一座元代古墓 墓中同样出现了一口红色棺果 看起来光亮如新鲜红与低 还出土了许多造型精美的西制名气 墓葬形制和西窑村的这座古墓 基本相同 所以考古专家推断西窑村古墓的所处年代 在元代或者宋代 随着清理工作持续进行 队员们发现了一个瓶子 口径7.3厘米 底径7.4厘米 高度达到了22厘米 瓶身十分修长 右面光论圆滑 质朴中透露着典雅和大气 是古人用来存放美酒的器具 相传它是韩室中行军打仗时 随身携带的行军壶 所以被称为韩平 在全国各地的宋代墓葬中经常出土 其中宋代韩平幼稚细密气形修长 明清时代的韩平相对粗短 右面非常薄 有些甚至没有上右 专家根据韩平的右色和形状推断 西窑村古墓是一座宋代时期的墓葬 距今已有千年历史 江苏常州意外挖出千年血管 外形极其诡异 材质非常罕见 虽然历经上千年的掩埋 鲜红的色泽却光亮如新 仿佛刚刚下葬一般 队员们清理木葬时 发现了一块被淤泥包裹的木板 用水洗掉淤泥之后 木板表面的红色文字显露了出来 开头第一句话写着 为皇宋家定 家定是南宋时期 宋宁宗照阔的年号 而这块木板其实就是一张买地券 作用类似于地契 使墓主人购买这块墓地的凭证 可惜的是上面没有记载墓主人的身份信息 牧师的发掘工作结束之后 队员们开始打包这口红色光果 首先使用喷壶 往漆面上喷水 然后用海绵和保鲜膜包裹棺木 最后将绑带挂在挖掘机的缠斗上 小心翼翼地将棺果调出来 随后装车运到长洲博物馆 进行下一步的开关清理工作 队员们为此搭建了一个操作平台 将棺木稳稳地放在上面 为了防止棺木脱水之后发霉开裂 专家不停地喷洒药水 近距离观看这些棺果 人们惊喜地发现 除了白虎和玄武图案之外 棺木两边果然还有另外两幅绘画 这条苍尽有力的青龙 头顶双脚木怒圆针 四只沼子被线条勾勒得极其锋利 整体造型均匀流畅 这一只附身展翅的猪雀 嘴巴被刻画得尖力无比 墨水游身道浅的颜色 将丰满的羽毛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专家刮了一辈子古墓 还是第一次见到棺果上画着四神兽的图案 所以棺果本身就是一件无价之宝 为了方便后续的清理工作 专家决定给棺果拍摄X光 然而屏幕里的画面却是一片苍白 就在众人疑惑不解的时候 画面里突然出现了两个类似眼球的物体 考古专家被吓了一跳 反应过来后意识到 棺内存在大量棺叶 无法反射X光 而那两个类似眼珠的东西 很有可能是某种随葬品 紧接着专家找了一个垫钻 在棺木的四个角分别打一个小孔 将这些棺也排了出去 接下来就到了最重要的开棺时刻 可专家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棺盖和棺木之间是用铁钉进行了加固 如果强行把棺钉拔出来的话 会对棺木造成损坏 众人思索过后决定从棺底下手 沿着底部的缝隙将木歇一根一根插进去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棺底竟然也有钉子进行加固 专家只好使用铁钳将棺钉全部剪断 一切准备完毕后 工作人员使用吊机将棺木缓缓地吊了起来 这口尘封千年的器官 在这一刻重见天日 这间棺内堆满了淤泥 木主人的遗骸散落得到处都是 淤泥之中还有几件随葬品 队员们立刻展开清理工作 结果发现了五把臂 他们的材质各不相同 分别为木骨 竹 象牙和角 造型精美 做工精致 国内还出土了一对瓷展 瓷展内臂还有精美的梅花纹路 除此之外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六只金簪 足以证明木主人的身份尊贵无比 可惜的是直到发掘工作彻底结束 还是没能找到木志明 但可以确定的是 木主人是一名女性 年龄在五十至六十岁之间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精彩继续